60岁徐丽PK 47岁董卿谁更美 看似一红光 听似一首歌 人生惊艰真伤美 智力的宝库 人生惊艰 说你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水已浑沉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不过庞大的 回忆清晨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宽敞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嫁衣或珍惜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美丽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我在长沙电视台工作 然后在电视上电视之前 我有过八年的广播电台的工作历史 那时候我们招到长沙广播电台的时候 因为没有更多的业务上的老师 没有 那时候我就在省台接受了56天的业务培训 然后就回到电台就开始工作 我是湖南人 地道的长沙妹子 所以那时候我普通话我都说不好 我觉得我得找一个楷模 我得找一个范本 最直接的模仿 所以我们把当天的格兰老师 他们的录音就录下来 在电台嘛 录下来之后报纸下来了 一字一句的对照着听 就看他怎么念的 这个基调是什么 他的重音是什么 他的停连是什么 这是晚在水中央 他这首是晚在水中央 这个所谓家人在水一方 这可能是受了有一首 乐于听的歌 在水一方 有位家人在水一方 训练有素的记者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样的媒体 如果没有这样的记者 我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比如说当一个事情的真相 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 谁来辨识它 谁来告诉大众 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权威的媒体 和训练有素的真正的 有职业素养的记者 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我也想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我们作为记者 您越职业 越专业 越敬业 您就越权威 您就越可能成为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最被信赖的人 也在答对